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十六年间忘记四处寻找 时时问灵皆得不到回应 原来无限的灵石被囚于此处 以及自己弟弟无望等待的十六年 蓝西尘不觉唏嘘动容 境外抹兵杀声震天 却无法进入 众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看着里面黑漆漆混沌一片 又往后退了几步 不知该怎么办了 纷纷看向魏无限 魏无限看向那无边黑暗 道 进去吧 不愿进去的就在此处等候 众人看着魏无限进入 接着蓝世众人跟着进入 将事已跟了进去 他们进入之后 突然间消失不见 众仙家害怕 忙一步一驱 跟了进去 明明是黑漆漆混沌一片 众人进入后眼前突然有一片清明 一条冷幽幽的大道 通向不止何方 大道上白雾弥漫 看不清脚下 亦看不清来自何处 却想何方 大道两旁盛开着大片的曼珠华沙 花色妖野 如血如火 现状的花瓣在大道上方漂浮着 看起来神秘而诡异 这是曼珠华沙 开在黄泉路上的花 众人听到这个花明 不觉瑟瑟发抖 曼珠华沙也叫彼岸花 开在黄泉路上唯一的花 难道我们已经走在了黄泉路上 突然清脆的笛声响了起来 一个头戴金冠 周身灵光大成的俊朗青年 手持黑色笛子 出现在彼岸花海之中 黑色的袍服上艳湖的彼岸花时隐时现 他抬不走 脚下朵朵彼岸花静香开放 那风流灵动的桃花双眸 高挺的鼻梁 如刀削玉刻般棱角分明的轮廓 这相貌看起来颇为熟悉 那不是为前辈吗 可是为前辈明明站在我旁边呀 锦衣挠挠头 颇为疑惑地望向魏无羡 众人听了此话 均看向魏无羡 这黑衣青年的相貌体型 与他竟然有八分相似 只是周身气质大为不同 那青年眉宇之间 自有一种疲逆终生的狂傲 周身灵光大盛 头顶华彩绽放 竟然已经不是普通凡人 而魏无羡手指之陈琴时 周身轨迹森然 力气大盛 让人望而生畏 望着那相貌几乎相似的两人 众人惊诧不已 不过众人很快发现 那黑衣青年似乎看不到他们 也听到他们发出的任何声音 锦衣忍不住开口问道 魏前辈 那人是不是你 自然不是 他是冥帝 我们在他神识所制造的幻境之中 竟然是冥帝 众人望向这个 在凡界威名显赫的神 原以为冥帝的相貌 若不是凶神恶傻 便是英明神武 绝不应该是魏无羡这般相貌俊郎 风流倜傥 那冥帝瞬息之间 便来到一块巨型大石之前 大石的顶端刻着三生石 三个红色大字朔朔生辉 在三生石前站了一会儿 冥帝露出失望的表情 用笛字敲了敲三生石 喝了一声 出来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便从三生石中走了出来 对着他行礼 道 冥帝换老先出来何事 愿老 你实在太不称职了 林帝君这样万年冰块都有了仙旅 为何我这般俊郎多才 风流倜傥之人反而孤身至尽 原来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冥帝 竟然是在三生石前求姻缘 这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虽然众人已经知道那是冥帝 而不是魏无羡 但是还是忍不住看向 穿着大红嫁衣的两人 蓝忘记听了此话 顿时神情一致 浅淡的琉璃双眸 死死盯着那三生石 似乎想将那灵光闪动的三生石望穿 魏无羡颇为悠闲的鞋靠在蓝忘记一侧肩上 牙疼似的嘖嘖嘴 忍不住吐槽道 这么没出息 真想揍他一顿 众人也忍不住吐槽 这人鬼眼中微风八面低冥帝 竟是如此形象 实在太毁神的形象了 冥帝呀 多少妖艳的女鬼 还有美丽的仙子 都倾心于你 你偏偏要来为难老仙 却是为何 怨老无奈地吐槽道 怨老 做神仙最大的好处就是寿命长 这么长的寿命 一定要找一个心心相应 护轻心 供白头的仙女相伴才不枉为神 其实随便一个妖艳女鬼 平凡仙子 就可以滥于充数的 冥帝此话甚有道理 怪不得我神界大多独善其身 既如此 冥帝何必着急 反正也等了上万年了 也不在乎多等百年千年 我已替冥帝算好 不久之后 冥帝将要经历大劫 在经历大劫之时 可以遇到命定之人 原来冥帝到神魂消散 都没寻到自己的仙旅 真是可惜 有人嘖嘖叹息 众人正在津津乐道 冥帝在三生石前求姻缘的画面 浓重的白雾 突然将眼前的一切 化为混沌一片 白雾中渐渐出现巍峨的高山 陡峭的峡谷 山谷中魔气横行 一阵阵沙发之声震耳欲聋 血白的铠甲下鲜血未凝 魔影重重 无数鲜活的生命倒下 鲜红的血液汇成河流 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人们哀嚎着 哭喊着 父母无奈地看着幼小的孩子 在自己面前倒下 孩子满脸泪水地看着父母 在自己面前灰飞烟灭 冥帝看着曾经风景如画的凡界 变成人间炼狱 双眸中近视铜色 十万的阴兵在他的带领下 加入抗击魔军的天津之中 大战残酷暴虐 魔军与凡界众生围顿 阻击天军和阴兵 酷疾到凡界众生的安危 天军损失惨重 冥帝不忍凡界被毁 越战魔尊 烈烈寒风中 冥帝身穿黑色的战袍 战袍上妖艳的彼岸花若隐若现 黑色的长发 随风而动 黑衣飞头 化身战神立于天地之间 魔尊手持魔剑 战于山巅 施孝道 你乃不死战神 为冥界之王 为何要管如楼一般凡人的性命 我以凡人之身 飞升为神 虽然已经万年 却不忍血肉同胞 招致灭顶之灾 你既为魔尊 拥有不死之身 为何还要如此贪婪 妄图称霸六界 毫无能力的凡人 却能居于天地间富饶之地 而我魔族却被驱逐之一节不毛之地 凭什么 冥帝手持黑红的神剑 随便迎战魔尊的魔剑 这一战惊天动地 山河为之震荡 虽为幻境 修为高的修士目击此战 惊叹连连 修为低的修士则已守负面 不敢直视 自从进入幽境 为无限身为冥帝时的记忆逐渐恢复 看到此时先魔大战 他忙用手附上蓝忘记的眼睛 即使已过了千余年 他仍然不愿去回忆那刻骨铭心之痛 自然也不愿蓝忘记去面对当时的惨痛 他仍然不愿去回忆那刻骨铭心之痛